我已经在财务部门工作了有十年的时间 我觉得与人建立真诚的关系是一个挑战 当每个人都在力争上游的时候 经常会用一些手段去争取 在职场上人们都是带着目的去与对方建立关系的 但对于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来说 我们需要极力做到诚信并真诚地关怀他人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别人就能看到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 隐藏自己的信仰 活得和其他人一样是容易的 但这不是神把我放在职场中的目的 我有一个同事他叫林芬 当他刚来到这里工作的时候 他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不是基督徒 对基督教也毫无兴趣 当我刚来到这里工作的时候 我很明确地告诉我的同事们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对基督教完全没有兴趣 而且遇过一些很糟糕的基督徒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团队里一起工作 我无法记起当时遇到了什么问题 我只记得我被责问 但我却既无法说实话 也没有办法说谎 说实话可能意味着我自毁前途 无论我说什么 我觉得我的上司都会相信我 当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最终选择说实话 林芬也目睹了这一切 通过这一次和其他事件的发生 他开始看到神的真实 并且是可以信靠的 我们的关系也更加亲近了 Brenda让我看到了基督徒是可爱的 是正直诚实的人 在她怀孕期间 经常抱怨办公室热得像烤箱一样 但我却经常觉得很冷 我会肆无忌惮地 把手放在她的肚子上暖我的手 有一天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我要为她腹中的胎儿祷告 祷告她能够带她的妈妈认识神 我从没有想过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或很快就会发生 当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 我回去工作 并努力在拥有一个孩子 和新的家庭的情况下尝试调整 这让我感到极大的压力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当我在家里尝试着 要做完一些工作的时候 我知道我已经到了极限 我真的无能为力了 所以我呼求说 神啊 如果你在的话 帮帮我 当下 我感到我被爱与喜乐充满了 我知道神听了我的呼求 我知道我要将这件事告诉Branda 我回去工作 在午餐的时间 与她分享此事后 她告诉我要如何祷告 接受耶稣基督 我很感谢神 把Branda带到我的生命 和我的家庭中 通过她的正直和美好的友情 让我看到了基督的爱 虽然有觉得困难的时候 我却从没有隐藏过 我是基督徒的事实 我觉得上班途中的祷告 帮助我与主连结 并提醒了我为何在这里工作 而不是轻易地选择放弃 我求神赐给我力量 让我能够活出 祂让我在职场中活出的生命 并赐给我智慧与方法 在工作中经营好人际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